哈囉,大家好,我是阿橫 哇,轉眼時間過得真的飛快啊 2020年就這樣要過去了 馬上就要迎接2021年了喔 那我大概回顧一下 今年呢,其實算是 真的滿無聊的一年啦 因為疫情的關係嘛 你到哪都必須要戴口罩 很多航班也都停飛了 就算沒有停飛,你也不敢出去啊 也不敢去觀光區玩嘛 因為...就怕生病嘛 因為這個病看起來還滿嚴重的喔 如果發作的話 那當然如果你還是忍不住 想要去逛逛走走玩玩的話 那...記得公共場所一定要戴口罩 很多地方一定要戴,防疫很重要 避免自己得病 自己得病了自己痛苦啊 家人也是跟著痛苦 那我大概回顧一下 我今年究竟有發生哪些印象深刻的事情呢 嗯,想了一回 沒有,呵呵,真的沒有 就除了上半年 公司就是 上八小時 因為疫情的關係嘛 訂單有減少 所以... 上八小時還滿開心的 自己的時間就多很多 也上了滿多的 影片製作相關的課程 跟特效相關的課程 算是沒有浪費到時間啦 然後再來就是我最開心的事情啦 我的Youtube頻道呢 大概在今年的五月份喔 稍微經營了 開始有起色了 然後訂閱數 跟流量也漸漸起來 有達成一些目標了 但希望會越來越好啦 感謝各位今年的支持和觀看 那我往後的主題計畫 大概也是差不多 會比較著重在DIY 跟電腦部分這樣 一樣就是有靈感 然後再加上我工作的閒暇之餘 才會有時間去製作 然後發影片這樣 因為我正值是其他職業 並不是專職的Youtuber 所以我的發片點 跟發片時間上是比較少的 發片率也是比較低的 這點就還請見諒啦 那我回顧今年的大世界影片 大概就分享到這邊 那希望明年呢 你們每個人都可以過得順利健康 有所新的展獲 當然記得繼續支持我阿狠頻道 掰掰 想參考開箱使用心得 想參照DIY實際案例 那就趕快訂閱 並繼續關注阿狠頻道Hence Media 支持阿狸 旁邊